政治焦点带您追踪 民众党立委蔡壁如的论文 遭到质疑部分内容不当引用 昨天蔡壁如常清说这叫文献检阅 而且都有著名引用不构成抄袭 不过又有网友在抓包了 说蔡壁如她2019年的论文 其中谈论到诱保议题的段落 竟然跟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舒培 她在2018年的脸书贴文一模一样 简舒培就大声说 难道因为她是颗黑 所以不能够写引用出处吗 难道是因为不可以 引用颗黑的脸书吗 实在好气又好笑 因为简舒培怎么样也没想到 自己的脸书贴文会被死对头 民众党立委蔡壁如 论文疑似抄袭还一字不插 网友翻出简舒培2018年10月脸书贴文 上头写道2017年台湾通报 虐童案高达6万件 隐藏在这些数字背后的是 更多未被通报的虐童惨案 但同样内容竟然出现在蔡壁如2019年论文的诱保议题中 包含标点符号84个字元一模一样 在学术的标准里面 她就是抄袭 她曾经讲说还有一狗票的人有抄袭 就是指蔡壁如吗 蔡壁如过去狂红林志坚论文抄袭 现在回力标却搭到自己身上 先被质疑不当引用 多处复制行政院研考会研究内容 虽然蔡壁如强调这叫文献检阅 但如今又被爆出 抄袭简舒培脸书贴文 却没著名出处 同样深陷论文风波 这几人卷入论文风波 柯文哲保持中立 德民财经科大则发声明表示 已经收到了检举信 将以违反学术伦理案件启动审查 选取将进 论文再成政坛招妖镜 这台风呼综合报道